在教育月放彩虹风筝 这个最开始的概念还是冰蓝题的 教育月在西方的一些活动 就比如电影节 就比如游行 这很难在大陆实现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别的方式 冰蓝题出我们也许可以在 中国试着组织大家的教育月 去放彩虹风筝 而且是要选择一个 跟中国的一个文化特色相关的 就让人看 就能感觉这是中国的同志们 在秦主教育 第一年我们在北京 就开展得很顺利 于是在后来的几年中 就是号召是大陆的 可能就是各个活动 各个城市的同志小组 都可以组织这样的活动 希望选择在一个当地 就是有文化特色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